背队側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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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躺過去一點 病人側躺 那一樣有枕頭給他枕頭做良好支撐 側式腳在上 然後吸藥伸直 並且有PD支撐 非側式腳在下 要彎曲做穩定 支撐呢我們站在他的後方 一隻手支撐在大腿下 另外一隻手支撐在 ankle 很像慕城 請你往後彎曲你的膝蓋到底 這樣有沒有清楚 慕城現在請你彎曲你的膝蓋到底 好非常好 假設他可以自己完成過的ALM 我就給他兩分了 接著是一分 病人要趴著 病人趴著 原則上我剛剛測這隻腳 我理論上不是要測這隻腳 可是因為我現在在示範 所以我都不改變我的位置 我一直測靠近我這隻 病人趴著 然後呢他的測試腳 一開始要委屈 並且有PD支撐 治療師站在測試邊 一隻手支撐在 ankle下 另外一隻手去趴配 內外側骨頭肌的肌腱 OK 來等一下呢 請你試著彎曲你的膝蓋 可以嗎 來 現在請你試著彎曲你的膝蓋 好非常好 假設沒有動作 可是我摸得到Tandon收縮跡象 我就給他一分 他沒動作沒肌肉收縮 就給你一分 測試結束 OK 這個